一句顶一万句里面 最打动我的一句话 是说人都是那么的孤独 所以一句话要找到另一句话 一个人要找到另外一个人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懂得呀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会看到父亲跟孩子之间 彼此不理解 所以那个孩子会离家出走 然后你在社会上遇到人 一个赶车的和一个做豆腐的 可能彼此有了积怨 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我把你当朋友 可是你却不是那么想的 然后这里面当然有婚姻中的互不理解呀 因为人跟人的关系 最亲近的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父母家人朋友嘛 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都写到了 那大家为什么会对婚姻中 两个人没话说 感到那么的扎心 那是不是因为你在生活中 就经常能够看得到这样的状况 父母子女没有办法相处的 然后朋友之间繁目成仇的 夫妻之间各自离散的 这种状况也有啊 千百年以来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 发生 所以文学就是文学 包括看见别人的故事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打开 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按你预期的发展 你预期世界上只有正能量 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现实就是很残酷的 现实就是非常让你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觉得 读懂文学 自己起码要心存善意吧 自己起码不要活成 自己讨厌的样子 就是为了 dare you